让我愿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座家 大家好 我是小徐 我现在在荣城石岛养老公寓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带大家看看养老公寓里的母亲节是怎样安排的 在最前面那栋楼有一个演出大厅 然后今天上午那边会有演出 咱们过去看看 演出的都是养老院里入住的老人 远处有叔叔拿了一捧花 应该是送给老伴 哎呀 好浪漫的 来到了会场 看墙上贴了一个节目单 母亲节节目单 这是各式各样的节目都有 14个节目 表演者都是入住老人 你说现在养老院的老人都是多才多艺 世界上有一种爱 任您顺利去说起 却从不需要报答 这种爱叫母爱 里面在主持 外面有一些叔叔阿姨在抓紧排练 看看这些阿姨多有气质 这是养老院的一位老母亲和她的儿子 母亲节送母亲的礼物呢 是各式各样的 但是在这样母亲节的时候呢 儿子陪着老母亲上台演出 让母亲高高兴兴 开开心心的 这样的一份礼物不多见吧 奶奶 我听说您是当兵出生生的 是的 在场的有没有敢说当兵的时间比奶奶早了 我13岁当兵了 现在还有奶奶13岁当兵的 我的天哪 她就是我们最美的人 这位叔叔 还是我应该叫大哥呀 票的太专业了 改天的话 我一定要这个登门拜访一下 今天母亲节 赞扬老院来讲的话 最大的节日是冲阳节 然后是父亲节母亲节 这几个节日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每次都过得比较隆重 然后刚刚那个演出是老年大学组织的 然后公寓这边也应该有一些暖心服务 然后我们去看一看 渔原长你们去干嘛呀 小心 我们去给不太方便拿一起洗澡 洗澡 这不今天母亲节吗 哎呦 这我也没法拍呀 不能洗澡 好你们去 这个我这是在包饺子 今天中午得包多少个饺子 坚持四千个饺子吧 你的任务是最重的 反正饺子好不好吃 全赖你 全找你反正 哈哈哈哈 这个要说压力很辣 哈哈哈哈 味道就在这一几磅 大家一定给面子多少好吃 不好吃一点 肯定好吃 饺子有肉馅的 还有素馅的 是不是 对 包饺子人越来越多 原来的时候呢 说是就是圆光给老人包 毕竟是今天过节嘛 然后老人们也下来不少 帮忙的 哎 这样也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 哈哈 刚刚您跳的舞 跳的真好 您就学的舞蹈 是不是 总感觉现在这个像是回到了以前的那个时候啊 对 集体生活的时候 哈哈哈哈 这三不三 你下午下 你这不都有 这不几年 这是什么 三个兵卡不天亮 刚刚有个叔叔提议 让母亲们都休息 让男士们来包 哈哈哈哈 对 母亲节的时候 这个男士包 父亲节的时候 女士包 哈哈 大家分工都很明确 有专门干饺子皮的 也有专门包馅的 还有专门拍照录像 给大家留念的 哈哈 送饺子的大部队啊 有的是煮好了 直接拿过去 也有的是生的老人自己回家煮 是不是 嗯 听说这位这位老人要走 是不是今天 嗯 提前把饺子送过去 阿姨 叔叔 你好 叔叔阿姨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小婿啊 对啊 是 你们今天要回去了 这儿的习俗是上车饺子下车面 你们今天回的话 今天吃饺子 这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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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谢谢 谢谢 我们小刘很好的 现在 太多好 我们服务很热情 哈哈 你们都好都好 这个人给了我生意 给我一个家 不论你走多远 无论你再开吓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下 在地上 视频到这里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我忘记说了 那就是祝福全天下的母亲们 节日快乐